非常沉痛 作为一名美国公民 在圣诞节这一天 本来应该开心的庆祝 因为这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就像于中国的春节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But在这一天 在2020年的圣诞节这一天 美国有3362个 无辜的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之手 而美国在20年前的911恐袭活动中 只死了2970人 而这一切都是拜当纳川普所赐 因为他轻呼疫情 掩盖疫情真相 胡作非为 导致了目前有32万6500名美国人 死于新冠病毒 你说川普该不该进监狱 Fuck